欢迎你收听今天的范瑞节异想事件 我们今天请到这位 我真的是我多年的好朋友 他就是前台北市长郝龙斌市长 龙斌兄好 可亲好 所有我们网路上的 还有现场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对对对 我说他多年的好朋友 真的是我们以前在一起 最早开始比较互动频繁 是在飞碟电台 对对对 那时候 你还是教授 同时我是教授 而且您是民主持人 对对对 我一直都是民主持人 但是你不是一直都教授 我第一次碰到你的时候 你是刚好第一邀我去谈妈祖之行 而且后来好教授变成好主席 新党主席 后来好主席变成好署长 是 环保署长 对 后来好署长变成好市长 不过这过程中间 可亲都有帮我一些忙 所以我以为我们这个互动非常的频繁 那么在在这个成的好龙斌市长 他事实上是我认识朋友当中 特别是政治圈的朋友当中 他算是真的是很有真性情的人 他不像我们的这个前任的这个总统 这个温稳如雅 这么温稳如雅 他真性情 对不对 那他同时他临危不乱 不动如山 真的是 在这个你知道当台北市长 是个很不容易的工作 我曾经那是我在当教授的时候 有一次碰到李登辉总统 那时候李登辉总统 因为他台大农金系出来的嘛 那有一次就会跟他聊天 那时候他是在当副总统 我就跟他聊天的时候 我问他 我说副总统 就是哪些职务啊 你觉得你在做的过程中间 你觉得最辛苦啊 最辛苦 我说是不是当初当省主席 他说不是 他说最辛苦的工作是台北市长 他又烦又杂 然后议员的数值又高 你知道 你讲又高 议员数值高 所以对于市长的要求 市民对于市长要求 市民的水准跟他的知识水平 跟媒体中心 政治中心 对不对 都有关系嘛 我给你一个数字 可行兄 你待会吓一跳 台北市民啊 有博士学位的 是 在市民人口里面超过1% 1% 有3万多个有博士学位 所以你想 你做市长 怎么可能让这些人满意 但是我觉得呢 我们的郝龙斌先生呢 也是历届市长当中 唯一一个 我知道 唯一一个没有深陷 要不要选总统这件事情 是对 没错吧 没错 唯一一个 不见得是唯一一个 真的啊 唯一一个 传下来 你看传下来 哪一个不是 我其实 我当台北市长的时候 我就已经想清楚了 就是我觉得大卫 第一个不以自取 第二个大卫是要有天命 那我相信我没有这个天命 所以我觉得把分内工作做好 然后不必去想 选总统这件事情 我觉得会比较愉快一点 我看你连党主席都没兴趣 其实做完新党的党主席以后 当初后来是因为有使命感 所以我来选了国民党党主席 当然也没有当选了 不过我就会了解到 就是党务跟一般你做政务 或者做行政是差点多 党务必须要看到人性中间 你比较不喜欢的一部分 那不是我个性中间 比较能适应的部分 他是我真实政治部分当中 比较耿直的一部分 好来我们来讲 大家今天知道 我找郝龙斌这个市长来 一定有我的目的 这个眼看着2024年 现在国民党其实是一个 很大的一个转变的时候 对 他现在在网络上的声量 可以说创下历史新高 而且这个声量当中 绝大多数跟所谓的2024年 国民党到底人才济济 到底会是由谁出现 这是我们 当然我们这个茶余饭后 我跟我朋友吃饭的时候 我最讨厌人家问我说 可亲啊Jerry啊 你怎么看2024这个选举 到底谁会出来 我说你不要问我 你最讨厌今天你居然来问我 没有没有没有 我说因为我被人家问得很烦了 所以我说我过两天要访问郝龙斌 你们大家听那一集的节目吧 所以我把这个很难回答的题目 问来问你 来来来来你今天来 要让我们稍微满足一下心情好不好 像我这样讲好了 就说当然大家心里面会想的就是侯友宜 对那这个好好做事的侯友宜 完全不露口风的侯友宜 回答都是千篇一律的侯友宜 一定是你教的对不对 这个一定是你告诉他说 我当然没有啊 这个我觉得他回答的非常好 可是这绝对跟我没有关系 那么每一次你再问他是不是有可能性 大家就想猜啊摸啊看啊这样子 然后另外就是朱立伦 那朱立伦呢大家都觉得他有心要争大胃 可是我听了不知道多少人 包括党内党外 不同的人都说朱立伦要有自知之明 最好做这个福隆王就好 这个台教王就好 就像他操板2022的选情 对不对啊 是这样子 所以他最好是干嘛干嘛 但是又跑出了叫郭台铭 跟你是好朋友吗 对不对 好朋友 好朋友啊 我到他这个 他那个家里面的楼下挂的那个对联呢 不就是你送的吗 那是我当台北市长的时候 他帮我们办上海世博 帮了很多忙 然后我用那幅话来感谢他 对好 这个不管怎么样 你们有好交情 然后呢又跑出个赵少康 对不对 是我们老板 我老板 对不对 你跟他也是好交情啊 所以今天这个事不问你 你觉得问谁呢 好不好 好来来来 你跟我们分析一下这个可能性了 第一个 以党来讲 我问的很简单 国民党我相信 自知知名之人 各式各样的人才都有 明明知道大家很焦急 然后明明知道初选啦 定个什么游戏规则啦 到时候形成内斗内杠内讧 这不是国民党以前最常人家说的吗 对 什么外斗外行 内斗内行 对对对 你身为国民党党副主席 我现在不是副主席 曾经好不好 曾经 而且你在2022年 在这个辅选的过程当中 你是核心中的核心啊 对不对 不用跟我那个散开了 没关系 你告诉我 为什么国民党现在 还不能够形成 让民众觉得快速快而 这个决策呢 下民党很清楚 就是那个吗 就赖清德了 对啊 其实啊 这个我们可以从头到来 就基本上在过去所有的总统大选中间 如果前一次地方选举赢 通常总统大选就一定赢 可是唯一的例外就是2018年 国民党在地方选举大赢 明白 结果2020惨败 那这一次我们2022又赢了 这一次大家当然对2024寄望就很高 是一定的 那而且从我的角度来看 这也是国民党 甚至中华民国最后的一次机会 如果这一次国民党不能重返执政的话 中华民国的走向 甚至两岸的关系不可能好 好来 我们先休息一下 先卖个关子 这一段广告 马上回来跟你讲 好龙逼今天分析2024的 那个风云大局 欢迎你回到范瑞杰一响世界 我们今天请前台北市长 好龙斌 他在2020年 2022年的这个和国民党 辅选的这样的一个大的一次的 阵仗之下 今天特别请他来跟大家聊聊 今天第一个主题就是2024 国民党为什么到现在 还不给人民一个痛快 早一点把这个决局拿出来 对不对 跟赖清德开始 这个一决生死 对不对 我觉得时间的候选人产生的时间早晚 不重要 那重要就是产生对的候选人 这件事情重要 而且我也跟刚才你其实几位好朋友 我好几位我都跟他们见过面 我也跟他们讲过 我说重点不是做候选人 重点是你要能够赢的变成当选人才重要 当然了 所以你不是一天到晚抢着要做候选人 候选你赢不了 你做什么候选人 等一下 我一定要打断你一下 我们心中都知道 侯友宜是民调最高的 对 对不对 郭台铭是另外一侧 对不对 曾经是国民党的议员 但是也民调非常高的 对 有网路民调说这两个都厉害 对 那那个朱立伦啊 或其他人啊 在那边 这个民调明明就落后很多的人 那是不是看起来就这两个人 二选一嘛 对不对 如果是一胜选的话 其实我刚才讲 我跟几位都聊过 我也跟其中一两位谈过 就是我的想法 就是说你不是要做候选人 对 你要做当选人 对 能赢最重要 对 这是国民党的核心 这次战略目标 所以总统大选能赢最重要 谁能赢谁上啊 郭侯配侯郭配 这样听起来是这样吗 我想 理论上是这样对不对 郭侯两位啊 其实从我的角度来看 要配不容易 不容易啊 要配不容易 对 因为两个都是 就是做主管做官 对 那可是有一件事情 就是郭侯两位 绝对是心心相惜的 而且 他们两个交情很好 他们交情不错 不错 而且事实上当初有讲过 两个人都有讲 就有 曾经有 你选我就不选 这是事实 真的就是 有这回事 如果郭选 侯就不选 对 所以从国民党的角度来讲 我想我们重要的是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怎么样 替现在我们民调支持度比较高 有机会胜选的人 排除他参选的障碍 然后在党内不要造成争议 然后甚至让真正能够胜选的人 顺利的产生 你这样讲 你这样讲在讲郭吗 我不是 我讲侯啊 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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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啊 侯为什么在党内有参选的 那个 侯 比如说现在 人家都在讲说 他如果参选 会不会落跑 我觉得根本不是问题 党就要替他解决问题 而且我觉得 其实从某个角度来讲 我觉得侯友宜 他现在是民调最高的人 那当初他在选 新北市长的时候 林嘉隆 不是就是一直用 他会落跑 他会落跑 你们不要投他 他会选总统 对 所以他赢了46万票 这代表什么 选民让他去 可以让他 选民 接受这个事啊 所以我觉得第一个 我觉得侯市长 如果他是最适合的候选 他心理上不应该有障碍 觉得说 我去参选总统 是不是落跑 他不是落跑 我请问你一件事 你跟侯也很好的朋友 他为什么到今天 还是这样的一个 不是我觉得 他连连连 洪市长 不是 你要将心比心啊 洪市长 他今天才刚刚当选 新北市长 如果现在他就直接讲说 我要选总统 事实上民进党 不会攻击他吗 当然会 当然会 所以这就是国民党 该做的事情 对于我们党内 有可能胜选的候选 包括侯友宜 包括郭台铭 你要先协助他们 解决他们参选中间障碍 譬如说侯友宜 假如说 你现在不能够很快的宣布 你要选总统 那事实上 这个氛围已经在那里了 对啊 那国民党应该要协助他 处理他 新北市长的问题啊 对不对 这个是国民党 有意说不是说 让江启臣来 这个选 新北市吗 有意说嘛 这个我也听说了 那其实 他也是好奇啊 对 可是 我觉得这要当事人也愿意啊 当然了 包括侯友宜跟江启臣 都要愿意啊 那从江启臣的角度 这未必是一个好奇啊 对江启臣角度来看 对不对 他未必是好奇 他台中市长 他稳稳的等侯 等这个 对 等卢学院 后面应该就是他嘛 他何必来 这里躺这趟浑水呢 那从侯友宜的角度 他如果没有一个好的接班人 你就要怎么走 对 对不对 所以 所以党就要协助他解决这些问题 你说的党就是朱立伦的核心嘛 我觉得不只是朱立伦 甚至我们都应该协助他 对 没有就以党主席为核心的思维嘛 对不对 这就是党主席的领导能力嘛 对对对对 可是我比如说2022年这个朱立伦 在之前下出几个判断 看起来都做得非常不错了 比如说包括桃园的这个张善镇 对不对 这个部分的一个这个布局 等等 加包括对于这个台北市的布局 这些东西都让他夺回了过去台北市重中之重的两个城市 这两个城市当然你说王宏卫的王宏卫从旁边一个侧翼 打了林志坚造成一师五命 对这件事情可能不是朱立伦的规划 对 但是天时地利人和 对 做到这个这个程度 对不对 但是我请教一件事就是 有人在传言说 让侯友宜配卢秀燕这两个最厉害的人 我觉得就是到底 不是现在我觉得我们要讨论 应该是有慎选的有两位 一位是侯友宜 一位是郭台铭 可郭台铭的障碍什么 他现在不是国民党员 我非常同意王院长 就是跟郭台铭通电话的时候 王院长讲究竟你必须是国民党员 当然当然 你不是国民党员 你怎么叫我们国民党支持你 这个事情我觉得可能还有一些比较的变数 我们先休息一下 欢迎你回答 范儿杰意想事件 你想想看郭台铭跟侯友宜 现在来讲的话 一个是非国民党员 侯友宜是国民党员 这两个人都是具有胜选的实力的人 对 对不对 那你刚刚我们今天访问的前台北市长 侯龙斌这个市长 他对这个事情的看法是觉得 国民党必须拿出主意来 拿出办法来 排除这两个人参选的障碍 对 对不对 侯的话就是落跑的问题 那郭呢是非党员的问题 要把它解决掉 对解决掉 然后让他们两个自己去协调完成 如果能够有一个机制 让这两个人中间最强的人出来 那当然在不伤两个人的感情 那我们大概就会赢了 所以基本上怎么样有这样一个机制 另外就是产生最强的候选人 这是关键 那这目前我看来国民党最强的候选人 现在党内绝对是侯友宜了 那郭台铭他如果愿意回国民党 我觉得我们才能谈这件事 对 你刚才讲说 如果郭台铭回国民党 他必定参选 不然他回来干嘛 对不对 对对对对 不然他回来干嘛 可是他就算回了国民党 还必须他是最强的候选人 那当然 对不对 对 好不过我们这样讲了 我们查一方就在聊 说就中华民国总统来讲 因为总统必须要经过两个大关卡 对 第一个关卡叫美国关卡 对 第二个关卡叫做大陆的关卡 对 对不对 两岸关卡 对 好过去来讲 美国他几乎没有什么接触 两岸他也琢磨不深 对郭台铭上讲 这两个他完全是算是游刃有余的 对 对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所以坊间民间 大家对郭能够回郭当这个 在选中华民国总统这件事情 大家期望很高 你的看法 我的看法其实我对于是侯友宜或者是郭台铭两位中间的任何一位啊 我都乐观其身而且我没有偏好 我绝对没有偏好 可是我刚讲的题目是说 两岸跟美国的最考题 没有错 两岸跟美国两岸跟大陆 郭台铭给一般人的感觉是他比较适合 可是有一件事情是侯友宜做了 然后郭台铭还没有被检验的 就是一对一的选举是非常严苛的一个检验 侯友宜已经选了两次一对一 对 好 那所以基本上大概侯友宜会被人家攻击 会被讨论 甚至被抹黑的问题 大概都出来了 不可能还没出来 大概九 祖宗八代 对都已经都翻出来 郭台铭还没有 没有 零 所以你说到底哪一位比较适合 我必须强调 我没有特别的偏好 可是我觉得 如果我们一个机制两位中间产生一位 另外一位愿意来支持来配合 那我们就有胜选的机会 那你这样听起来是说 如果是侯来选总统 郭来配合 就没有所谓风险问题 对不对 相对不是 风险系数低啊 没有错 可是侯还要必须是 大家都能接受民调最高 或者我们机制中间 大家能够接受的人 对对对 目前看来是这两个厉害 对对对 这两个厉害 我还是要强调 这两位我觉得都是我们能胜选的人才 是 那就是怎么产生 要大家能接受 好 再来 这个我们都看到柯P 一直跳起来说要选总统 然后大家都认为 他的票不足以当成总统 那心里有我们都是 他势必要跟 对没错 在政治上 他势必要跟人家联合 对对对对对对对 这要怎么怎么 连 他要跟人家联合在一起 对不对 对对对 但是当然柯P 现在嘴巴还封得很紧 但是我们从2022年的民调资料 支持度资料里面看出来 绝大多数的年轻一队的人 是支持科匹的含金量够大 那国民党不是因为胜血 他的含金量在年轻的观点上 并没有很高 对我知道 民营党早就已经失去了很多的 所以现在这群年轻人 在握在科匹的手中 而大家认为说科匹是一个 很值得大家喜欢他们喜欢的一群人 那你们国民党对于这个事情的看法 就是当然了 我们也希望能够就是再也能够团结 国民党第一步当然是国民党内部要团结 我们产生最能胜血候选 如果能够再也能够团结 然后大家一起来下架民进党 那当然我们胜算机会更大 当时最大的最完美的状态 可是我自己 柯文哲自己也讲了嘛 再也能够团结当然最好 可是再也团结很难 因为他民众党有他的主体性 而且他必须要照顾他的不分区 甚至包括民进党提出的立法委员候选 所以他必须要有一个母鸡 那这母鸡当然现在在民众党来讲 当然就是柯文哲啊 唯一的 所以国民党有好几个母鸡 可是民党就是一个母鸡嘛 所以基本上你要怎么来跟他谈 这是很困难一件事情 可是要不要谈 我觉得要谈 因为过去国庆也曾经有过合作的先例啊 那如果说能够谈成我们的胜算机会更高 为什么不做呢 所以再也怎么样来够互相不要争锋相对 一起以下架民进党为目标的话 这个事情我觉得 有一个共同目标战略目标之下 看能不能 这也就是你前面说的 党要有党的智慧 对 对 你要排除掉柯的一些疑虑 愿意跟你一起合作 对 你才有绝对买到重大的保险 对 柯是关键少数啊 对 又是占领的年轻人哦 这年轻人在社群里面的声量 影响力 渲染力 远大于其他族群 是没错 所以他在 可是我们如果从台北市长 当初的选举来看 就是柯也有跟我们合作 对他有利的地方 为什么 当初台北市是道道地的撒喀都 当初大家都觉得有很多年轻票 或者是泛兰的票 对 因为柯的是白 你说是2022吗 就这次市场选举 2023 会被柯文哲拿走 可是当选举 当一个民调 大家都觉得某一个候选人 不能当选的时候 他的票会流走的 对 所以后来基本上 不管是深蓝浅蓝的票 大概全部回到蒋王安这里来 甚至非常多年轻人 我们在早期民调的时候 没有错 是黄山最高 可是到后来慢慢也都流到 可能当选的蒋王安身上来了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柯文哲如果他执意要参选 代表以民进党 他做总统候选人的时候 他可能也会面临到这样的一个困境 一定的 那如果说他跟国民党合作 谈得好 我们把相关的这些条件 大家怎么样对两边有益 创造双赢这个谈出来的话 我觉得这是对双方都好的事情 那当然胜选机会就会更大 你必须照顾到柯对于不分区 对还有台湾民众党 你去柯自己本身的定位 因为民众党有一个总统候选人 一张门票 对对对 他是直接可以做这个门票 对对对 他今天跑去跟老柯讲 我把这门票给你 老柯就不用进国民党就可以选了 对对不对 可是我相信今天如果是 郭董跟柯文哲合的话 他也选不赢 国民党不可能不推候选人 不可能嘛 对嘛所以就是 这个样的作为只是败事有余 让在野整个崩溃 而不是让他能够当选 对对对不会的 对对对 这是摆明了更可怕的杀咖都 对对对对 更可怕 那这个风云 这个战国风云就 三国的风云就 这个更加轨距躲 没有这个结果的话 大概就是民进党上 没有 如果是这个结果的话 媒体最开心 他每天讲不完的话题 对不对 可是这个结果是 图立了民进党 有智慧的在野党领导人 应该不会做这个事情 对 好来我们休息一下 欢迎你回到 范瑞杰意想世界 我说郝龙斌 是我认识的政治圈的 部分当中最有真性情 今天前面这一段时间 他这个说明是不是 让大家觉得 这个很中肯的想法 当然了 我觉得国民党提出一个 让民众觉得有感 而且服众的一个组合 对 那带头的不是锅 就是猴 如果猴跟锅两个又协调 完成 然后一个礼让 一个纯性的支持 制造什么 不用制造 他本来就是个大端节 的感觉 我觉得那当然是理想状态 但是现在国民党内部 起了一个茶壶里的风暴 就是有一群年轻的市议员 他们公开运用 这个所谓的社群媒体 这些的这个各个大众传播 说明说他想要选这个立委 那他们所挑战的立委的这一些 就是国民党里面 很资深的立委 这就是形成另外一个叫做 世代交替的这个做法 这个好像从来没有人挑战过你 龙斌兄 我很幸运没有人挑战过 没有我觉得大家都很尊重你 你在什么位置上 没有人说 我觉得好龙斌应该下来 我上去 也没有人说 我指的好龙斌的头 说你呢 这个没有人做这个事情 我想如果是在现在这个状况之下 如果我也是做了立委 立委做了几任 到今天这个年龄 那我也会可以体会到 就是说选区中间其他优秀的一些 想做立委的人 尤其是市议员 也会觉得说 能不能给我一个机会 对不对 那本来 其实我想讲世代交替 其实稍微有一点太牵强 因为本来一个政党里面就是应该老中青三代 经验的传承 并行经验的传承 甚至我们在国会里面也需要一些 资深优秀有战力的立法委员 来作为国会中间的领袖 那像比如说我们今天就点名来讲好了 比如说像赖士堡 废宏泰 当立委就当了五届 那你如果平心而论 你问赖士堡 废宏泰在立法院表现好不好 我相信 每一个人都说他表现好 几乎他是国民党最有能力的战将 甚至对立法院的运作也是最熟悉的几位资深立委 今天让他们不做立委 这会不会是国民党的损失 甚至国会的损失 当然是 可是如果说你不让像譬如说 但是又不是说他年纪这辈要想上来 那到明明的同一个选区 你像譬如说像罗志强 徐巧新 游淑辉 钟佩军 这几个大家 你问他 问一般选民 他们够不够格做立法委员 我相信大家也觉得够 那能不能代表国民党也绝对能 所以就怎么样 我们把这件事情处理的比较圆满一点 甚至能够创造双赢 甚至能确保我们立法委的席次增加 我觉得这是我们目前国民党 应该要用智慧来解决事情 好前副主席 您是我认识的政治宣布 除了耿直之外 有大智慧的人 你要不要提出你的一些好方法 好方法 其实我觉得 这关键还是在不分区了 不分区立委 从我自己在做党务 包括我在做副主席的时候 我对于不分区的产生办法 我就很有意见 因为我觉得不分区 基本的就是今天不分区 要到立法院能够立刻上手 你不能说到立法院做见习生 当然 可是我们过去的不分区 平心而论 大概有50%最少 都是来做见习生 你一任立法委员4年 他搞了两三年 还没搞清楚 立法委员干什么的 所以我一再强调一件事情 我觉得不分区 立委 必须要 除非是很特殊的 像政务官 然后做得很好的政务官 他对立法院做熟悉 要不然的话 必须要从当国立委的人中间挑 那换句话说 当然要从当国立委中间挑 就应该是资深立委优先 对不对 那如果我们不分区 是从用这个做 基本的要求的时候 我们将来不分区 数值不会太差 而且他对政党的辩护 维护战力 甚至怎么样带领新进的立法委员 绝对都有帮助 所以我觉得不分区的产生 应该用这个做最基本的一个底线 我照你的话来推论 就是说如果有数会需要新 中备军这些或如此 他们想要去挑战立法委员 同选区的资深立委 可以当把他放到不分区的这个地方 继续为国民党为人民服务 这样的意思 不只是这样 调节法 对本来不分区从政党里面 就应该是这样一个调节法 而且这样可以维持立院的传承 甚至造就了世代的融合 而不是世代的交替 另外更重要一件事情 一般来讲 尤其我在地方跑得多 那当然我参加的一对一选举 只有台北市长 我也比较幸运一点 基本上 在选区里面 通常跟选区的 这个单一的立法委员 关系比较不好的 都是可能将来要来挑战他的人 市议员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个调节法 再处理的好一点 让两个人一加一 不仅小于二 甚至是可能大于二 甚至是比二 把这个力量发挥的时候 我觉得是不是更 让我们将来站立 这个听起来 这个层级高了 好来我们休息一下 我们来听听看这个 今天访谈当中 最厉害的一个想法 好不好 待会见 欢迎你回答 凡人节一想世界 前市长好 龙斌先生 他同时也是前国民党副主席 那么他在党务跟实务的 政务的经验当中 包括选举等等 就是在台湾可以说是 经验非常资历完整 经验丰富 他刚提出的想法是说 对一个国民党的 不分区立委来讲 可以让资深的立委 从他原来选区 移到了不分区 让他空出来这位置 让一些优秀的市议员 可以顺利的快速的补上来 同时从资深立委 在不分区的立委 还可以辅导他们 协助他们 这样就融合 而不是成为一个竞争的关系 或把你赶走的关系 或有你没我的关系 是不是这样子 对没错 好龙斌先生说 还有一个很棒的一个想法 我还是让这些 这个不分区的立委 能够很愿意的 把它做得更好的融合 你安静 对这个我其实在四年前 我就提过我这样一个想法 就是今天 譬如说我原来是个选区的资深立委 我今天变成不分区 我必须要签一个拒绝书 这个拒绝书就是 我要保证我这个选区 未来的候选人 能够当选 如果我这个候选 我心上来的候选人 没有当选的话 我就持不分区 所以就是说 当开票当时 这个毒很大 当开票不是这个毒很大 也让原来就是新的这个人 就算他跟原来这个不分这个立委 有多大的不愉快 他们两个绝对精神团结 全力合作争取胜选 那这样我们才 我们原则上 我原来不分立委的选区 通常为什么你能当 在这个选区当立委 一定是你在这选区最强的人嘛 你当然有责任 把这个世代融合的时候 把这个选区的责任 继续传到国民党立委手里啊 所以不分区的立委 如果是真正选区立委产生的 应该要负责下一次 我们选区里面立委胜选 龙斌兄 以你知道的赖世保 跟费洪泰这两位 资深委员 我们都是多年都认识的人 你觉得他们两个人 在面临现在的世代交替的争议当中 彼此跟大家都在媒体上 互相的放话 你觉得他们对这样的 你这样的提出来的想法 其实我跟世保跟洪泰 是非常好的朋友 是的我相信 而且我看到现在年轻一辈 在这个样子准备 争取要出头的机会 那世保跟洪泰兄 当然他们也有一点点压力 可是如果真正是用议员 跟现任的立委来做民调 或者初选的话 当然是立委占便宜 当然 所以最后可能 这些年轻的议员 出来的机会 你要我来 现在来压的话 我觉得绝对低于50% 可是如果 让他们有一个疏通的管道 让他们来辅导 这个新进的议员 然后不仅把这个选区能够巩固下来 而且甚至维持国民党团结 一起战斗的这个力量 我觉得我相信他们是愿意的 就是费洪泰签一个切结书 他要全力辅佐徐晓星 不是 未来说不定是徐晓星 说不定是其他的人 不不就现在表态的嘛 对对对对 对不对 就是那这样 可是要确保你费洪泰能进部分区 要确保赖斯堡能进部分区 那这所以不分区怎么产生 那不是党主席就可以 不不 我觉得过去都是党主席 一个人决定 我觉得未来不分区 应该是要有一个 大家能接受令人幸福的提名小组 公开的征选 然后这个名单甚至要经过党员或者是党代表的投票 然后我们要能够让大家能接受才能产生 明白 绝对不是黑箱作业 公开斗鸣很重要 就像说鸿海要找接班人 海基电要找接班人 国民党有所谓叫接班人接班制度 对对对 那这个就是接班人制度培养 对 今天的市议员难道明天不会变成党主席吗 对所以我们很重要 我们希望看到现在看到的障碍 看到的阻力 障碍排除 把阻力化成助力 这是我心里想的 然后甚至更能促进团结 让团结让我们能够胜选 好 不知道今天听众朋友对于好龙斌先生给我们的一些 今天从2024到这次的不分区的一个想法 有没有什么观点 我自己听的是血脉喷脏 好不好 任督二脉打通 好不好 好 谢谢我们好龙斌兄 谢谢 好 谢谢 你看没有 不选择人最大 你也听懂了吗 对不对 对 不选择人最大 对不对 好 我们下小时见 拜拜 我喜欢 I like radio